这是表演吗 对于你怎么理解的表演 看你这个人写的反串演员 是的 为什么要做一个反串演员呢 因为如果我上期女孩子的装还是挺像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上反串 或者是喜欢上反串 应该是初中发育时期 是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那时候应该是上台唱了一首歌 唱了啥歌 唱了一首一言万年 然后呢就得到了好评 对 然后大家说啥呢 大家就觉得你动作又那么的 女孩子就应该做演员 你介意大家说你比较女性化吗 挺介意的 那你干嘛还要做反串演员 他们越是说我像女孩子 如果我演得好一点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 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取笑你呢 因为我喜欢呀 我觉得没有必要围绕着别人想要对你说什么吧 自己喜欢就好 那像这样的情况在你们演艺行业找得到范文吗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还有一个我要纠正你一下 不是说你喜欢这个异性类的东西 你就一定能够做演员 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臭的 你有朋友吗 有 朋友们对于你的这个梦想和你的职业想法 他们有什么看法 他们觉得你这么年轻可以去试一试 是什么 那你就试一试在刚才所说的反串表演 还是 那你认为你有梦想就去追一下 太窄了 我问你的是支持你的反串表演还是演员的梦想 我其实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我要做反串演员 我只是跟他们说我要去做演员 那也就是说你做演员不仅止于是这种表演形式 是的 别的你也愿意 那你给我们来个刚一点的 演女生 这样好吧 演一个刚刚接到复试通知 你得到了一个试镜的机会 然后你来复试 演一个非常正常的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 的行为 导演 你觉得我怎么样呀 是吗 我是觉得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做的 但是我是想坚持一下 有些事情是我来做 但有些也不是你来决定的 所以 你觉得 我适合吗 谢谢 我让你来见识一个真正热爱表演 去非真实化的一个人来表演 我们让潮西来演一段 他拿到了 这个奥斯卡奖的那种获奖的状态 来来来 这是你的奖杯 就是你获得了奥斯卡男主角 第一把以零八戒 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奖获得者 潮西 掌声邀请 我没有想到会是否 感谢 感谢主持人 谢谢主委会 请你引导的电影 非常非常的棒 谢谢你 谢谢你 潮西 不好意思 发错了 这不是你的 不好意思 我们 我代表组委会对你表示道歉 不是你的 是在 我很抱歉 但这个奖杯真的是别人 不是西中戏吧 不不不 其实真正的奖杯是这位的 恭喜你 你也很出色 拿到这个 是吗 这个角色自然是我的 你拿什么呀 你觉得他是你的 那我恭喜你 我希望 这个奖杯只是一个 一个起步 我希望你能拿到 更大 更重的奖杯